大家好,我叫周子谦,我的网名叫小谦 我是一名设计师、策划师、插画师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旅行家 这次活动,我的计划是从2010年的3月31号开始 到2011年的5月4号 然后用400天的时间,就是还其中国一圈 其中呢,我会就是说在这个路途中收集2011个笑脸 然后这个笑脸,它是要跟大运会的那个吉祥物悠有的在一起的一个合照 对,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吧 然后来表达对大运会的这个祝福 其实用自行车骑行中国也是自己的一个梦想 所以就是在这样,就两种原因,就是我这次就开始我的这次骑行了 我这次从深圳出发以后已经走过了就是 青海过了是到临夏,然后内蒙 然后在内蒙的时候,我当时就是气温比较低 然后我就把线路做了一些调整 就先骑了就是说中国东部的海岸 就是这边的福建,然后上去是什么浙江,上海啊,江苏,山东,河北 然后北京,天津,然后辽宁,吉林,黑龙江 然后最后就是把这边完成,这个线路完成了一个闭合在内蒙古 这次的话,就其实也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人去骑行中国 用400天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知道一个人在外面400天 其实更多时间就是说是比较枯燥,比较孤独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感受吧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就好像一滴水一样 可以融入到大海,融入到河流 可以融入到中国各地人的就是风俗啊,民俗啊,他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更愿意就是用我自己很渺小的一滴水 然后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他们的风俗里面 这样我能感受到更多的在旅途中的一种 这是一种收获 其实也要带很多东西了 带很多装备 首先就是我的自行车 就是一样比较适合旅行的一辆自行车 就是因为想着轻量化嘛 不要带,因为400天要带很多东西 所以在各方面就精简 当时是选了好多东西 不停选,这个要不要这个要 就琢磨了很久 然后就选,就是有些衣服可能就只能只有一套 所以就经常会遇到就是说 可能一个星期就是好久才会洗一次衣服的这种一件衣服穿很久的情况 还有就会带一些帐篷啊 还有帐篷主要是有时候没有地方住的时候就可以住帐篷 还有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一个东西就是我的一个GPS 就是微信定位一个东西 就让我能找到方向,找到路 然后图中也带了一个小笔记本 记录自己的行程啊 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把每天的相片啊 记录下来 然后手机的最大用处就是发微博了 就是对,在旅途中不停在网上直播自己的一个行程 然后很多网友也会关注我的行程 然后也会给我一些建议 我觉得包括不管是旅行还是人生 其实一个人必须的东西 我觉得就一个背包其实就可以装完了 其他的其实就很多是附属的一些东西 我们背上包,包就可以上路的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一路上很多人都会对我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他们也很少见到像我这种骑车车到处走的人 特别多的 问题就是你从哪来来 然后往哪里去 然后他们会问我就是一天就是骑多少公里 那么我一天 就平均的话一天就骑100公里左右 就是这个距离就正好不是很长不是很短 然后能就是能到一个地方 因为这个一般的话就是100公里之类 之类都会能找到住的地方 然后每天的花费的话 就是因为时间比较长 然后这次我的花费 主要是来自我个人的一些积蓄和 有些好朋友 他们对我的一些支持和赞助 所以我自己也比较省 每天花60块钱就是能保障这个持住啊 这样子就可以了 在一个人在外面久了 还是会有一些想家的 有时候做梦的时候 睡在就是醒了以后 原来昨天晚上梦见在家里了 然后在家里的沙发上躺着看电视呢 睡醒以后就是完全一个陌生的 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的那时候 就是想家还是有的 但是就是说 因为这个事情是自己想做的嘛 就是说坚持把它做完 然后现在也快要回家了 也挺想家的 今年春节的时候 我也是没有回家 就是在在辽宁过的 在丹东 就是中朝边境的一个小城里面 当时是跟那个小旅店的老板 一起吃了年饭 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外面过春节 跟你一个陌生的人过春节 所以我也很难忘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 其实在一路上吧 很多人也问过我 就是有什么困难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 还是来自大自然的困难会给你 包括大风啊 然后下雨啊 各方面就让你寸步难行 有一次是在新疆的时候 就是在那个三十里风区 就是乌鲁木齐附近的 有个三十里风区 当时以前是有新闻说 那个地方把火车给吹翻的 那个地方就是在那地方 那天我是骑着车 就是脚不用灯 就可以风吹着我 以四十多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前进 然后觉得还挺开心的 就挺省力的 突然一个侧风 就把我那个吹到那个路级下面去了 然后在路级下面滑行 好几米才停下来 就是那个时候很后怕这种 就是说你的生命 其实就很渺小 在大人的面前 很多人问我 在中国走了这么多地方 什么地方最有意思 我觉得还是西藏的风土 人情文化这种宗教 最有意思 我在西藏三南地区的话 我就正好经历了一次 他们的一个大的盛会吧 叫做跳神节 跳神节就是也是一种 就是宗教的一种祭祀的一个节日吧 然后当天的话 各地的人都到叫那个 上耶寺的一个地方 上耶寺是那个西藏 就第一座寺庙就是上耶寺 所以各地的藏族朋友 都到了那个地方参加跳神节 然后当时我也刚好到那个地方 跟他们一起度过这么几天 可能当时我的皮肤啊 我的这个也就是这个状态 跟我的肤色也挺像藏族朋友的 然后他们看我好像也是就同胞一样 也没有多看几眼 就觉得很稀维为常的这种 然后看跳神节的表演啊 表演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吧 有一些像一些主持人啊 有一些是小丑啊 有一些是正觉啊 这种 好 我看到一个 就是一个父亲吧 他自己在人群后面 他看不到那个表演了 然后他把他的小孩 举得很高 放在那个窗台上 他小孩其实就是 可能就几个月大 可能你也看不懂什么 但他觉得这样子 对他的小孩 就是把更多的祝福 更多的爱 就是寄托在他小孩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能反映出 他们的父爱的伟大吧 我在西藏三南地区 遇到两个小女孩 是让我非常难忘的 就是那天是这样 我就在路上骑车 然后路过县城 就快出县城了 然后发现县城的那个路边上 有很多小学生 在路边上招手拦车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这帮小学生 他们住的地方 离县城可能有几十公里远 他们上学的地方 是在县城里面 但是县城到他们家的 中间这一段 没有校车 也没有公车 所以他们只有靠 就是说路边的这些便车 如果肯搭 他们能打一段 就是我觉得 他们的条件是非常差的 他们在这么差的情况下 也很热爱学习 我觉得这一点 首先他就已经 让我就是说 觉得他们就是这种 已经能坚持就很了不起 然后我就停车停下来 跟两个小女孩聊天 两个小女孩就在我的手心里 把他们的名字写 写在我的手心里 就一个叫单真左改 一个叫索朗梅朵 然后就 他把名字写在我手心里 然后我就 其实就刻在我的心里一样 就我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把他们名字记住了 然后我就先 当时我就先往前骑车 就骑着走了 过一会儿就一辆大货车 超过我 一辆红色大货车超过我 然后我抬头一看 哇 那个卡车 那个货箱里装的 全是小孩都涌动的 小脸在那里笑着 然后他们都在挥手 就挥着 像那个挥舞的那个花朵一样 就然后在 有一个声就 小千叔叔再见 就然后那个车就离我开过 然后然后远去了 然后在当时的就是说 那种戈壁啊 或者是那种 比较荒凉的一个情况下 一辆 一辆满载这种鲜花的一辆货车 像这样的一种场景 开过我身边 然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面 然后觉得那一刻好美哦 如果我以后有能当一个导演的话 我绝对要把这一幕拍成一个电影 在大理不远的 有个叫卫山古镇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我去到这个古镇 就发现这个古镇呢 就是特别清净 没有什么游客 然后在一个城墙 一个城楼下面 我就看到一个老奶奶卖冰粉 然后然后了解到 她是她今年就快80岁了 然后她在城楼下 同一位置卖冰粉 卖了60年 但是她一说这个这个数字 几个数字的时候 哇就80岁60年 就突然就把把 就是这个已经把我镇住了 就是可能制作古城的这种沉淀 就跟这个老奶奶的沉淀 就融合在一起了 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老奶奶就代表 这种古城的一个历史了 所以当时我觉得 哇人一就是说 一辈子用60年的时间 来做同一件事情 那是多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用400天来做一件事情 就觉得很了不起 就像这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 是有什么情况 就像这样子用的 就像这样子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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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情况